它是我的盹牌 是救我的脚 是我的高条 我要求告那当赞美的耶和华 这样我必从仇敌中被救出来 现在这一圈姐妹诗篇第十八篇 讲到大卫第三地 第三地的大爱 他明白到我们的了解 大卫在他生命里面 看到许许多的挑战 而每一切他都来去花生他 乃是在这一诗诗篇里面 他认定是耶和华 上帝 是上帝帮助了他 所以为什么上帝帮助了他 他这边诗篇也告诉我们说 因为他喜悦我们 现在弟兄姐妹 上帝喜悦我们 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 他要爱我们 他要关心我们 他要怎么样来帮助我们 所以当我们有时间 要来越读十八篇 诗篇第十八篇的时候 就让我们能够思想到 在我们人生的当中 我们有许多的挑战 无论可能在过去弟兄姐妹 是我们在健康上面的 我们的公主上面的 我们服侍 或者我们的家庭的生活上面 我们不同的一些的问题 我们能够划身 弟兄姐妹 这种神的恩典 所以当我们今天 来到这个面前的时候 我们能够好像到位这样 来在总结的时候 他说意思呢 我要在外方中 称谢上帝歌颂 他的名 是的弟兄姐妹 三配的这一切 我们把以下的时间 交在自己的手中 那今天的早晨 就是在我们当中 他的名字 被告告的举起来 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要感恩 主我们要谢谢你 谢谢你 因为你是那位 一直与我们同财的 那位上帝 你的恩典 对我们有 你的恩典 每一天都是新的 在那里里面 我们乃是得胜 有余 主我们要感恩 谢谢你的作为 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 今天的早晨 我们仍然 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 气快的心 来到你的跟前 我们向你 向上我们的敬拜 我们的赞美 使我们所夺的一切 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字 愿主 你在你的抱着上面 来享受我们的敬拜 如之道道道感恩 呼靠耶稣基督得胜的主 阿们 阿们 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 敬拜我们的主 姐妹早上好 让我们来看今天的宣招 诗篇95篇 一到三节 来吧 我们来向耶和华歌唱 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 我们要来到他面前 称谢他 用诗歌向他欢呼 因为耶和华是伟大的神 是超越众神的大君王 弟兄姐妹 让我们一起来 向拯救我们的神歌唱 以感恩的心称谢 主的美德 他是我们 唯一的依靠 是超越众神的大君王 请大家站立 拯救我们的神啊 你有为言和公义 用的能力 属于世上 是属于海平津 住在一届几地的人 赶尽你能力 神救我们的神啊 你有本事和愿力 你借记得到的 你生日过半 在你远中 你的人 探紧你的悲伤 在你远中 只要你在彰岳的草莎上 小山也幻幻无歌唱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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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彰岳的草莎上 小山也幻无歌唱 拯救我们的神啊 你又为了共鸣 用的草莎是 就在一起 就在一起的一个人 看见你能力 拯救我们的神啊 你又为了慈悲的怜悲 你轻轻听到高歌的神灵过 在你远中你愿意 沉沙里的滴山 一岸夜里面水滚烟 你独近一晚吃药 地在旷野里的草莎上 小山也幻无歌唱 小山也幻无歌唱 一岸的天归年水灌烟 地露尽的满足腰 地震草荒野的草草上 小山夜晚不可藏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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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草荒野的草草上 小山夜晚不可藏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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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地震草草草上 小山夜晚不可藏 请说 听祷告的主啊 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 你赐福于你所拣 拣选的 住在你院中的 能够尽情欢唱 尽情欢笑 在基督里 我们享受主永不止的爱 自由奔放乐乐开门 我们要赞美歌颂造物主的奇妙爱 我们要赞美歌领造物主的奇妙爱 有自在的颜色 自在的领导 鸟鱼花香 身上没有任何事物 安排全身的爱 在基督里 享受主爱 自由奔放乐开门 我要赞美 我要感受 找出你奇妙爱 去擅选 去擅当给自己 ÜO 但是呢 ctors 我们要赞美 bert 而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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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耶稣里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神所拣选的子民 教会是我们信徒所聚集的地方 我们蒙昭成为属神大家庭的一份子 求主保守我们在主爱中 彼此恩质相待 同享生命的喜悦 在苦难爱上中 同度人生的风浪 听着耶稣的那几几 听着耶稣如光明 听着耶稣好想 无望的生命 同享生命的起源 同在主爱中的一天 听着耶稣投降 发生的残忍 我们成为一家儿 听着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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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成为一家儿 听着耶稣 听着耶稣 成为神的儿女 听着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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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享生命的起源 同在主爱中的一天 听着耶稣 同享生命的残忍 我们成为一家儿 听着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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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成为一家儿 听着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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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为神的儿女 听着耶稣 听着耶稣 同情拜 听着耶稣 能此爱 听着耶稣 彼此爱 只爱相爱 听着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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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奇怪 听着耶稣 满之爱 听着耶稣 こう Austin 这种 听着耶稣 这种 听着耶稣 感谢主我们是被蒙昭被解决的 现在我们就来到正道的时间 我们今天很高兴 我们在我们当中有宿泉牧师来为我们正道 他的讲题是家庭对信徒信仰的影响 我们需要看四段 从《创世纪》里 我们要看四段的经文蛮长的 让我带大家来读一遍 《创世纪》第三章16到21节 严华神对女人说 我要大大增加你怀胎的痛苦 你必在痛苦中生产儿女 你要恋慕你的丈夫 他却要管侠你 耶和华神又对亚当说 因为你听从了你妻子的话 吃了我奔赴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 地就必因你的缘故受咒诅 你必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地要给你长出经济和季以来 你也要吃甜甜的蔬菜 你必汉流满面才有饭吃 直到你归回地土 因为你是从地土取出来的 你既然是尘土 就要威回尘土 亚当给他妻子 起名叫夏娃 因为他是众生之母 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 做了皮衣给他们穿上 双世纪五十章十八到二十一节 他的哥哥们也亲自来了 扶扶在他面前说 看啊 我们是你的奴奴 约瑟对他们说 你们不要害怕 我怎样代替神呢 从前你们有意要害我 但神的美好的意识在其中 我要成就今日的光景 使许多人性命得以保全 现在你们不要害怕 我必供养你们和你们的孩子 于是 约瑟用仁慈的话安慰他们 双世纪第十章第二节 他必使你成为大国 赐福给你 使你的名为大 你也必使别人得福 亚伯兰离开哈兰的时候 已经七十五岁 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 撒来和侄儿罗德 以及他们在哈兰所继续的一切财物 和所获得的人口一同出来 要到迦南地去 后来他们到了迦南地 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 以沙因为自己的妻子不生育 就为他恳求耶和华 耶和华应孕了他 他的妻子立百家就怀孕了孕 双胎在他户中彼此碰撞 他就说 若是这样 我为什么谋着呢 他就去求 问耶和华 耶和华回答他 两国在你肚里 两族从你腹中要奔出来 将来这族必强过那族 大的要不是小的 我们的经文就到这里 您牧师请 好 弟兄姐妹 牧师师母 所有的长生们 新年蒙恩 感谢主 一年的时光就这样过了 我们进入这2023年 差不多下个礼拜一二月了 时间过得很快 但是我常说时间 我们每次讲时间过得很快 其实时间还是一样一天二十四小时 只不过我们的生活模式可能会比较的紧张 很多东西要去处理 很多东西要去负责 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说时间不够用 那么我也相信说 这个农历新年 特别是今年 因为疫情的缘故过去两年都没有办法开放 那么今年我发现 哇 很多人就借着这个机会 一家大小出门吃团年饭 吃到哇 不然好几天的团年饭 我从出息到昨天晚上还在吃团年饭 所以感谢主了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 能够聚在一起 我们花的特别香 我们是家人能够聚在一起 对吗 因为很少碰面 有些孩子长大 做工 读书等等 所以借着这个农历新年 大家能够聚在一起 这是何等的部分 当然 身为基督徒 我们都希望说 自己拥有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对不对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身边的人 一家人都能够来敬拜上帝 来侍奉我们的上帝 因为这是何等有福的一件事 对 但是呢 你有发现了吗 却有很多的基督徒 其实对这个基督化家庭的这种观念 还是相当的模糊 甚至也发现到一些 还扭取了圣经对这个家庭的这个意义 或者说定义吧 那弟兄姐妹妹我们要知道说 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并不是说你的家里摆放着耶稣的画像 还是说摆放一些圣经的字句 字画 十字架比别人还要多 十字架比别人还要大 那就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并不是这样的 这不过是向外的一个标示 一个标示 表示这个家庭是什么 信奉基督教的 然后我们的临时知道 这个是信基督教的 他们是基督徒 但这并不表示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那只不过是一个标示 但我们要知道的说 所谓基督化这个字眼 什么是基督化呢 基督化它是有生命的 是有生命的 是活的 而不是死的 换句话说 这里 我 skip这个经文 刚才谢谢 有些带领我们读的经文 基督化的含义 是从感化 以至融化 并且能够怎样来讲 整个家庭融合在基督的生命 或者是精神上 然后呢 是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 或在行为上 在思想上 在生命的当中 都有什么 耶稣基督属灵的精神 所以圣经教导我们 我们要效法基督 要有基督的样式 就是这样 还有如果我们看这个生命纪 第六章四到七节的话 圣经说什么呢 以色列你要听耶尔华我们神 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尔华你的神 我尽着吩咐你的话 都要记在心上 而且也要听音乐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 起来都要谈论 一家人一起遵循上帝的揭命 立立点章 成为全家生活的这个中心 这就是基督化家庭的核心了 然后前提是什么呢 前提是虽然我们都很想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我们也很希望能够把福音带给我们身边还没有信主的亲人 对吗 然后我希望说全家人都能够来信耶稣 成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可是问题呢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立不从心 我们虽然设法尝试过 但却什么 看不到果效 很多时候看不到果效的时候呢 结果这样就放弃了 那么甚至有些人就说什么 跟自己说没办法了 从福音说这么多年他不要信我也没办法了 还是交托给主了 顺其自然 只有上帝有能力 我们每次这样没办法就交给主了 然而我要说的就是 只为家人祷告其实还不够的 对吗 我们为我们身边的祷告还是不够的 虽然上帝很喜悦我们来到他面前的祷告 但是呢 圣经也教导我们信心也要有行动嘛 所以祷告你有信心 但是你也要有行动才行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要光着祷告而已 我们要在祷告的当中 我们要确认自己 审查我们自己在祷告的当中 是否有圣灵的带领 是否有圣灵的充满 以至能够 借着圣灵给我们的能力和动力 继续的去完成我们该做的事 所以这一点我们在祷告的当中 我们要特别的注意 是否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话 我们自己的意识 还是圣灵的带领 你有想过吗 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这么的困难 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为什么这样的困难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 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其实最大的问题关键在哪里 往往往是出自于我们的家庭的背景 出自于我们家庭的背景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太过熟悉于自己家庭的生活模式 生活方式太过熟悉了 结果也没有去察觉到说 原来自己的这个信仰观念 已经被这个家庭的生活方式 观念 模式受到影响 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其实家庭是影响最大的 影响我们最大的这个属灵关键 因为家庭的这个背景 会影响我们的整个心思念 我们的性情 我们的观念 一直所做的选择等等 都会影响我们的 不管我们是原生的家庭所带来的 或者是从我们后来建立了一个家庭也好 然而一个家庭的背景的影响力 是最大的 甚至会影响你和我的一生 那么身为基督徒我们说 身为基督徒为什么在 在属灵信仰上会这么容易受到影响 而动摇的信心 基督徒在家庭的当中 为什么这样容易受到属灵的影响 那么动摇的信心呢 甚至放弃呢 原因有几个 因为第一我们说 信仰的立场不够坚定 我们的信仰的立场不够坚定 第二呢 我们忽略了这个生命罪行的遗传 当然这也包括生命的原罪 以及本罪一些的性情 例如我们说与生俱来的性格脾气等等 或多或少都很像什么 我们的父母 那么如果用医学的这个术语来说的话呢 这是什么 人类基因的主事 第三点 家庭对幸福的影响力 因为什么 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 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 怎么说 因为我们天天活在的这个环境 花最多时间的在哪里 就是在家里 如果你说你花最多的时间是在外 那个不得了了 但是一般上我们说 我们花最多的时间就是在家 因此我们天天所看的 我们所听到的 进来的那个信息 是会直接怎么样 进到我们的心灵里面 影响了我们的思想 所以夫妻相处久了 就像彼此很像的 就像彼此 父母养育孩子也是一样 你看孩子在母方面也会像父母的 对不对 像妈妈或者像爸爸 一半一半 所以这是什么 环境潜移默化的一种影响 这是第四点 因为人之间受关系的影响 很重要 特别是什么呢 在感情较深的关系 就好比什么 我们每天听人说很多很多的话 对不对 但你有发现到吗 受影响最多的是什么 你身边的那一个你所敬爱的人 所讲的话 你所爱的那个人所讲的话 就好像有些人 他可以是一间公司的 可能是总裁或经理等等 思考能力肯定是非常的好的 对不对 但是当他的配偶 或者是他的儿女 跟他讲一句话的时候 他就会马上受到动摇 他就会马上受这一句话的影响了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当你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很坚持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很有立场的时候 可是你身边的亲人突然间跟你讲这句话 这样好像不大好 你就好像马上受到了影响 他那么一句话 有没有 还是你的孩子跟你讲 不漂亮 不配你 这套衣不配你 不适合你 好像受了影响 有没有 好像有人在点头了 对不对 那换句话说 我们所爱的人 跟他所建立的那个感情的人 他或许能够带给我们最大的祝福 你身边的人 你最最尊敬的 你最爱的 他或许会带给你最大的祝福 相反的 他也可能会带给我们最大的伤害 为什么 因为我们人活在关系的里面 一个关系的里面 自然就会这样 受到最亲爱的人的那个关系的影响 所以有些人说 他摆脱不了过去 摆脱不了原生家庭所带给他的这个创伤 或者是一些消极的一种观念 特别是我们长辈过去 在这种家庭环境成长的 我不是在基督化家庭境成长的 所以多少也是会受到背景的一些影响 就要像有些孩子 他不喜欢听这个父母发牢到 对不对 我们小时候也是一样的 今天我们会讲我们的孩子 但是以前我们也是一样的 我们不喜欢父母整天发牢到 为了一件事 可以讲几十年还在讲 还在重复的 不喜欢父母律法式的那种观念来指责他们 又或者是拿别人来做比较 对不对 跟自己的孩子跟别人的孩子做比较 然而呢他们却在无形中呢 就等下潜移默化的 就是受到了父母这样的影响 那基于因为以上的这几个方面的因素呢 我们人自然而然的就会活在什么 家庭的影响之下 更何况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信仰也难免会受到家庭背景的影响 但虽然如此在这个信仰上 我们还是得捉住那个重要的关键原则 换句话说 家庭虽然会影响我们整个新世念 但圣灵怎样能够指教我们 毕竟引导我们在家庭的生活当中 我们要坚稳 牢靠 建立这样的一个生命 因为你要知道说 也要相信说当一个基督徒 他领受了上帝的真理的时候 然后他尊主的话而行的时候呢 圣灵是有能力 能够借着这个家庭的生活 来医治 来安慰 来释放我们心灵的创伤的 这是肯定的 我们不可以怀疑我们的上帝 我们要相信说上帝 他会赐给我们智慧和能力 借着他的圣灵 他赐给我们智慧和能力 然后把这个福音 带进我们的家庭里面 那为什么我这么说 因为一个最轻的关系 也是我们最信任的那个关系 他本身就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影响力 因为我们重视他 因为我们爱他 而当我们寻求圣灵来充满这个家庭的时候呢 神自然有这个能力 借着因为你的爱 你的罪爱 你最重视的那个关系 来医治这个家庭 来安慰这个家庭 来挥动这个家庭 或者说圣灵也能够借着你来医治 这一个人 在你家庭当中的认为一个人 弟兄姐妹 我们不需要全世界的人来爱我们 对吗 很麻烦了 如果全世界的人来爱你 对不对 你会成为一些明星 明星艺人 很麻烦了 我都像出门没有治愈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 我们不需要全世界的人来爱我们 只要我们最亲的人来爱我们 能够理解我们 能够怜悯我们 我们的心灵各种的那个软弱虎毒 我告诉你 怨恨缺乏等等 都能够得到医治 就好比我们说一对夫妻 一对夫妻彼此相爱 互相的扶持的时候呢 就如同一体 对吧 父母与孩子儿女们 如果能够沟通 以喜业的心 彼此的来接纳的时候呢 我很肯定的跟你说 这个家庭呢 每一个成年必然的样 活在神的看顾当中 神的爱的当中 神的一致的恩典之下 根本不需要把全家人 我看有些基督过去 我把全家人带到什么 一致释放大会 某某人一祷告 我就得到释放 因为你选择 当你选择降服在主的话语上 降服在圣灵里面的时候 你要相信 神必然会扶持你的家的 相反的 夫妻之间 父母与儿女之间 还是说兄弟姐妹的关系之间 如果出了问题的话 心灵是怎样 因为感到不满足 你心灵如果感到不满足的时候 有空缺的话的时候呢 就很难见证上帝的恩典 在这个家里 对吗 更不要说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其实很多的年轻人会侮辱其徒 都是因为什么 家里得不到关爱 又或者家庭的背景的因素 而塑造了他今天这种悖逆的性情 弟兄弟妹妹我们 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家家有一本什么 难念的经 我们都背到很熟了 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 但实际上每一个家庭 至少都有一个灵魂 你要记住 都有一个灵魂 要得到释放的 心灵 他的心灵正在等待 正在期待着得到医治的 你身边的人要去观察 那么与其想往心灵得到释放 得到医治 这不如如 我们更加认真的去经营 和追求上帝所喜悦的 那种家庭生活模式 去了解 那么借着圣灵的能力 使这个蒙恩的家庭的生活 真正的得到上帝的充满 那个爱与恩的点 不但如此 神也要从这个家庭的当中 祂要赐给你智慧 因为智慧可以说是 透过我们与人的那种关系 那个距离近距离的接触 所能够得到的能力 怎么说呢 因为当你靠着圣灵彼此相处的时候 你彼此沟通的时候 你就会这样 你会从你那个环境的当中 甚至在你得到 从你的家庭的当中 你就会察觉到 很多东西你从来没有发现到的 很多东西在家庭当中 其实你没有去发觉到的事 那就是呢 那就是人的另一方面的情绪 可能你忽略了你身边的人 他的情绪 他的软弱 孩子们的感受 父母的感受等等 不但如此 有时候也会透过这个沟通 当你彼此沟通的时候 我们才会发现说什么 彼此之间的一种想法 然后这样交换意见等等 所以你看我们可以在家庭的当中 透过这个关系 透过沟通 并且在不知不觉中 累积了什么 智慧 然后再用这个智慧 与家人彼此的相处 你没有共通 没有间隶关系 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对不对 所以这一点我们不可以忽略 当然我们必须要靠着上帝的话 接着神的灵 来指引我们 但是弟兄姐妹 你有注意到吗 有些人 他不喜欢跟家人 不喜欢跟家人深入的共通 他不大要讲 他们宁可去听一些著名的演讲家 讲一大堆大堆的道理 但是听了很多 很多很多 但还是无法在家中实行出来 他可以听很多 他不愿意分析 他听很多 但是没办法实行出来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知识不能够实现 在这个家庭的生活当中 这只不过是一个知识罢了 没有上帝的待 就如说你听了一些的教材 教导你怎么去教导你的孩子 怎么样去孝顺理解你的父母等等 你可以把这一套的教育带回家 但他只能够处理外在的问题 表面那些问题 他没有办法去解决孩子们内心的那种情绪 和他们的软弱 所以兄弟妹妹我们不要轻抗上帝 不要轻抗上帝 透过这个家庭的教导 而我们忽略了我们身边的人 即使有时候你会因着家庭里面的一些的问题 你会一时感到束手无策 我们说 但是你要做出上帝的应许 你要做出上帝的话 接着神的真理 我们要为我们的家庭的生活祷告 不只要祷告 我们要行动 建立一个蒙恩蒙福的属灵环境 建立一个祷告的祭坛 Amen 所以第一 一个家庭会影响 对信徒造成影响力的原因 过于的责备 而缺乏饶恕之心 过于的责备 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件事实 那就是当一家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 难免为什么会出现一些过错 可能会有一些的相争 一些的argument 但我们要知道说 神很愿意这样 饶恕我们每一个人 神很愿意饶恕这些的过错 在一个家庭中 我们难免会看到夫妻之间 彼此怎样不能够理解的问题 我们常常说讲到每次也听很多遍 都会有问题的 兄弟弟姐妹的问题等等 经济的问题 谋生的问题 还有病痛的问题等等 都会在这个环境 在这个家庭中围绕着 这些问题自幅以来在家中都一直在发生 所以不管你是富贵还是贫穷 这都是每一个家庭都会面对的问题来的 而这些问题不能够避免 在这个不能够避免的当中 你能够察觉到 那就是其实在面对这种种问题当中 你的属灵生命 已经受到影响了 如果你是带着这样的心态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你已经受到了影响了 你没办法 你束手无策来解决这个问题 你已经受到影响了 所以你要记住上帝的话 因为家庭的问题会带给我们影响力 很大的 这位基督徒我们更加的要 坚定我们的信仰立场 夫妻或者说丈夫怪妻子 有时候我们丈夫怪妻子 没有对家庭付出 妻子也怪这个丈夫 没有给他幸福 甚至有些孩子怪父母 没有好好的教育他们 所以才导致今天的结果 亲战的孩子很厉害 你责备他 他就告诉你 你以前没有教我 你没有教我 你看看今天晚上 考到这样的成绩 为什么当时不逼我输 因为亲战的孩子很聪明了 很厉害顶嘴了 其实在家庭这种种种的问题当中 我们犯了最大的错就是 这些过错我们归咎彼此 怪来怪去 很多很多的理由 福建话讲什么 理由 嘴可以好结婚 有没有很多的 推来推去 弟兄姐妹 当一个家庭累积彼此的责费败 埋怨苦毒 怨恨等等的时候 那么这个家庭的罪与过坏也会跟着累积起来的 那么家人与家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变成了什么 自我维护的关系了 每个人都要维护自己 相爱的关系就逐渐的变成了什么 惧怕或者是冷漠的关系 所以你会看关系会变成越来越陌生 夫妻也好 父母也好 对孩子对父母也好 对了 都变成好像陌生了 你会发现到 然后我们还是要感谢上帝 虽然有时候我们会受伤 会觉得说我们很亏损 就如同夏娃 夏娃把这个善恶的果子给了亚当吃 之后呢 他就要受惩罚 对不对 哪个亚当他就要受惩罚 他是蛮有黏黏黏慈爱的上帝 他是蛮有黏黏 他是蛮有恩典的上帝 因为上帝知道说 罪将会带给人无能 以此的控告 推卸责任等等 刚硬的心 所以神将他们犯罪的后果 说了之后呢 怎样 神最后还是给他们做了披衣 对不对 虽然他责备他们 责备亚当你到时候你要怎样 女人要怎样 你要惩罚 你要去看守那个田地 对不对 你要在深圣中劳苦痛苦 但是讲的这些 神还是很黏黏黏他们 给他们做了披衣 弟兄姐妹 亚当夏娃吃了三二果之后 他们就用自己的方式 用树叶来遮掩自己的食乳 遮掩自己的那个羞耻 但是上帝却要亲手做披衣给他们穿 来遮盖他们的羞耻 那这表明什么呢 表示说神会亲自为他们 来拯救他们 为他们的缘故 放下这个错误的缘故 神不会撇下 神反而会来成为他们的救赎 你免免他们的 我犯 弟兄姐妹 这里所要带出来的一个意思就是 当人 当一个人遇到问题的时候呢 他就会想尽办法来遮掩和逃避的 这是人的一个弱点 每一个小孩子都会的 你明明做到他的时候 他就不说不说 所以人就会遮掩就会逃避 但是上帝为了我们着想 他就想出 他就来帮助我们来解决这个方法 那才是最有效的 所以我们要感谢上帝 我们能够认识他 我的儿子那天他在玩一种玩具 叫什么 他来敲到我的厨房下面的 那个厨房 然后我看到 他快点拿去收 不要给我看到 你掉出来 我坐到他了 我问他这是什么 你会掉 他人不是这样的 小小的没有人叫 他都会的 我就跟他解释 此外呢 这也在告诉我们 虽然亚当犯了罪 但是在刑罚中仍然有恩典 怎么说呢 因为上帝赶他们出一点点之前 上帝也为他们预备了皮衣穿 在自己为他们预备了皮衣穿 本来是羞耻的 但却成为什么 得到了遮盖 同样的 当我们 当我们还做这个罪人的时候呢 主耶稣为我们死 他用什么 用他的保血来遮盖我们一切的罪 Amen 我们要感谢主 换句话说 在家庭的当中 难以当我们遇到冲突的时候 但我们不要 我们不是拿这个皮衣给他穿啊 我们哪是要用什么 耶稣基督的保血 奉耶稣的名 借着耶稣的爱年年 来饶恕他人 遮盖他人的死路 以宽恕的心 来原谅你身边的亲人 而不是在他被指指点点点 越挖越多越挖越多 不要 他会很受伤的 同样的 让我们也经历一个充满饶恕的家庭环境 所以我们要彼此的接纳 彼此的扶持 因为我们相信说上帝是黏缘的上帝 上帝是公义的 他很希望我们效法他 借着他的黏缘的心 来支盖我们家人一切的过悍 不是妥协啊不要误会啊 支盖是饶恕的意思 不是叫你妥协 他明明犯错了 你还跟他妥协 不用紧了不用紧了 上帝会念念啊不是这个意思 去帮助他 为什么会犯下这个错 或者是我们的错 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一点 第二方面我们要思想的是 为什么家庭对我们信仰 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而我们总是觉得说 很难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人很喜欢彼此的比较 比来比去 人比人会气死人 对不对 我们懂 比来比去 所以第二方面我们要记住的要点就是 不要什么过于偏爱 不要有这种偏爱之心来对待我们的家庭 哥哥比弟弟厉害 比哥哥哥厉害 不要 我最近在找一个弟兄的时候 他是做Grab Food的 他的弟弟也是做Grab Food 只是他的弟弟骑摩托他骑脚车 拜年的时候南美会遇到这些的冲突 他的亲戚就称赞他的弟弟 他有本事是什么 他就受伤了 他说奇怪我也是做Grab Food 他也是做Grab Food 为什么他比较有本事 我没有 他说他的亲人看不起他 比来比去 被气死人了 所以不要有那种偏爱的事情 他的妈妈在那边 也不出声 静静静在那边 他很受伤 所以我们不要有这种偏爱之心 来对待我们的家庭 这可以从以撒和雅各的家庭 很明显的看到 以撒因为偏爱以少 那么利百家因为偏爱雅各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后来影响了什么 以以撒和雅各兄弟之间 卷入了许多的纷争和悲剧 而且从圣经也给我们看到 当这一代过过了 雅各因为偏爱约瑟 结果约瑟的兄弟都很通恨他 很通恨他 然后上帝能透过人的软弱 来成就美事 上帝能透过人的软弱 来成就美事 不过他们的偏爱也带来了 不好的结果 带来了一些的悲剧或者是伤害 的确人的罪 总是叫人偏心 也因为偏爱结果呢 造成了这个家庭的生活呢 在一个很不健康的环境之下 不健康 例如我们说早期有很多 重男轻女的那种家庭观念 对吗 重男轻女的家庭观念 今天比较少听到这样 那么但是结果呢 结果就带来了很多姐妹心里面的不满 很多的苦处 做的再怎么好都是哥哥弟弟被称赞了 被尊重了 就是说以前的一句话 女人是嫁出去的 泼出去的水 老一辈的这种观念重男轻女 然后主的宝血给我们的是什么 神无私的爱 有没有 上帝无私的爱 上帝祂的公义 祂在整整件事情上 祂是为我们生缘的 祂会行公义的事 祂会来帮助我们 来帮助软弱的人 所以倘若我们在这个家庭的当中 在家庭的当中有哪一个成员软弱的 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更应该彼此以无私的爱 叫我们更加的要彼此的体屈 彼此的祷告 而不是彼此的轻视 比来比去 许多人因为无法活出那个真爱 就是因为什么家庭的背剧 所带来的影响 结果就淡下了家庭的背剧 受过去的一些观念的影响 所以我们要发现 我们要发现家庭中的每一个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匹格 我们要彼此的尊重 每一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 我们要彼此的鼓励 彼此的表扬 当他做好的时候你要鼓励他 你要称赞他 即使要指出他们的对与错的话 也应当给什么公正的赏罚 而不是偏爱 而不是偏爱 所以在家庭里面 不要太多的律法 恩典多一点 爱多一点 不要太多的律法 律法太多这个家庭就不健康了 这个不可以做 那个不可以做 就受性质了 你回家也感到不舒服嘛 对不对 所以弟兄姐妹 不要偏爱就是什么 不对家庭某个人的恩赐 爱好大力的赞赏而忽视了其他的成员 你太过重视他 不偏爱就是什么 不能只盯着一个人的优点而忽视了其他人 可贵之处 还有不偏爱就是什么 不能对一个人的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而对他人哪怕是小错也用放大就把他放大 因为神是爱 神的爱是完全的爱 因此我们对家庭也应当活现那个完全的爱 不要因为我太溺爱他 我太爱他 他太喜欢他了 他太可爱 他犯很大的毛病啊 那么另外一个孩子或者另外一个 犯很小的问题 我就把放大就放大 指出他的问题 不要 那个叫偏爱 上帝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可爱 我们不可爱 对不对 然而上帝的爱是一种什么 降飞 在十字架上牺牲的爱 是一种为了我们蒙祝福的爱 希望我们蒙恩福 如果我们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 来到祭祂前我们仰望他 我们的爱才能慢慢的被更新 越来越像基督的爱 而不是主事的那种爱 不再只求自己的感受的那种爱 而是求每一个被爱者的益处 希望他们也能够得到上帝的恩典 其实要讲述家庭对家庭的影响力的范围 也要看重每个人都有他的道理 对吗 他都有他的道理 当你的家人不听卷的时候 他也有他的道理 为什么他不听 配偶之间 争执也有彼此的道理的 对不对 不是毫无理由的 但为什么 爱能够说服彼此 用基督的爱 在一个家庭里面 神给我们爱的原则 就是在家庭中彼此相爱 在这个家庭中的分析里面 爱能够叫我们适应彼此 相反的 如果在家庭的当中 道理或者是规条 讲得太多 略得太多 爱就渐渐渐的减少了 要不要跟我用水用太多 你要洗衣服 要晚上才可以开洗衣机 你回到家你要这样这样 以前过去很多年前 我认识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有一个基督徒的家庭 他孩子说他回去很辛苦 不可以马上冲凉 等到几点几点才可以冲凉 下一天冷的话 不可以马上开我的义得的 因为他爸爸说 你马上开的话 等下冷会怎样了 我科学什么都进来了 太多了 很多规条的 对不对 进门要起脚来 保持卫生是好 但是太多的规条 你会失去那个爱 身边的人会受影响 所以当我们一家人 都愿意彼此尊重的时候 彼此相爱的话呢 圣灵肯定会介入我们家庭 圣灵肯定会介入我们家庭 使家庭中的每一个人 进入基督化的塑造 第四方面 不要过于情绪化 不要过于的情绪化 我们知道说 有些家庭的情感 出动力特别强的 他们的情感出动力特别强的 动动动就相爱 但动动也吵架 爱的时候我很好 不好的时候动动也吵架 莫名其妙 那这类的家庭运作的方式呢 彼此用什么 他们是用情绪 他们是用情绪来 扑换来换去 说话形式非常的冲动 甚至有些没有耐性的 没有耐性等等 快给我拿来 讲了很多声就发脾气了 因为其实他听不到可能戴上耳朵 对不对 那这样的家庭很容易 遭受眼睛所看见 和耳朵所听见的影响力 相反的 虽然很快 但是讲错 说错 看错的也很多 因为情绪 顺着情绪来形式 有些孩子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中长大 结果慢慢形成了一个 很强势的个性 很强势的 他去到社会 他我很强势的 因为他受这样家庭的观念影响 他的父母将对待他 他的一年很强的 而且他的私益也很强 他什么都要比别人一一就对了 然后上帝就教导我们 上帝的话教导我们 不要放 我们要放下自我 要放下自我来寻求神的意识 来思想神的话 来用上帝属灵的眼光来判断事情 说话处事等等 所以有一句话说 生活要信仰化 生命要基督化 生活要有信仰化 能够见证出你的信仰 生命要有基督化 这是生命 让人看到 让你身边能够感受到 那个基督的爱和观望 你的不一样了 弟兄弟 虽然每个家庭都有缺陷 都有缺点的地方 但是我们一定要深信说 并且懂得 从上帝那里 知取他的允许 神的恩典 依然会保守我们家庭的影响 虽然我们说家庭对信徒 这个影响力非常的大 但是我们也绝对不要气馁 不要这样去放弃 只要我们坚持我们的信仰的立场 所以很重要 所以受家庭的影响 圣灵必指教我们 在亚伯拉罕以萨雅各的家庭当中 我们看见他们的问题 与日俱俱增 越来越多的 雅各他不但有四个妻子 而且是彼此斗争 十二个孩子都是同父异母 他们的家里都充满了问题 孩子们的那个心态 随心所欲的 约瑟也被自己的哥哥们 卖到埃及为奴 然而在雅各的家庭当中 我们却也看见神 最浩大的奇妙的恩典 在这个家庭里面上 就没有放弃 特别是雅各与他的家庭 每一次在最基因难难 并且遭受威胁的时候 他们做什么 他们都是来到上帝的面前 求告上帝 来帮忙他们 所以在这个 雅各与神摔跤 的这个例子 与上与摔跤 然后来到事件的时候 他的儿女 迪娜被监污 之后他的儿子去 报复事件的人 那么在这段路上的经历呢 直到他年老 体弱的时候呢 他听见什么 耶稣还活着的消息 他依然没有离开神的面 虽然如此 家庭来到中 但是他没有离开上帝的面 一直到他 在临终前 他也祝福了法老王 并且也为这十二个孩子们祷告 那么这十二个孩子 后来也成为什么 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 他们成为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 那么请问 这又表示什么呢 这完全是上帝的恩典 对吗 完全是上帝的恩典 这是我从我们 我们从这个始祖亚当犯罪之后 我们相信说 人一代一代一代 就是在这个软弱 在罪行当中一直地被遗传下来 从这个亚伯罗汉传到雅各 我们也看到 那么家庭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 在一个蒙恩恩的一个例子 就是大卫 从大卫兴起了 到了他的子孙 罗伯伯安的时候呢 以色列就分了南北两国 分了南北两国 其实神都在向我们启示一件事 那就是不要因为家庭的问题而灰心 不要因为家庭的问题而灰心 然后我们要仰望我们上帝 他的恩典 今天倘若我们 因着家庭的问题 被带到上帝的面前的话 其实这是何等有福的一件事 好比你把它藏起来 什么都不理 或者是三辈子争论争论 我们要把它带到上帝的面前 的确有些人 因为自己受了这个家庭影响 而离开了上帝 这是我坚持得到的 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甚至有些人 你看啊 这一两年往常见这个疫情 为了这个疫情 结果渐渐的对上帝的冷淡 也离开了家很多 但却又有些人 因为家庭和其中的一些问题 他们真的也很恳切的 来到主人面前祷告 寻求上帝 结果我们也看到他们全家 也都蒙福了 虽然圣经的圣经中 亚伯拉罕和以撒亚各都有 经历家庭问题的影响 但是你知道吗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他们都祝坛 他们祝坛求告耶和华的名 在创世纪里面 你可以看12章20章 那里都有记记载 同样的我们也在家庭当中 设立祷告的祭坛 彼此的带祷 凡事仰望我们的主 长存谦卑感恩的心 那么懂得去支持神的应许 那么让圣灵来充满我们的家 那么神说什么呢 我必定祝福你 借着祢祝福万民 Amen 我祝福你 因为从你开始 我祝福于你 并借着你的祝福 也要祝福你全家 身边的每个人 祝福万民 弟兄姐妹 我们的家庭生活 虽然很忙碌 时间非常紧迫 但是绝对不要因为 这样而忽略的那个祭坛 祷告的祭坛 为我们的家庭来祷告 建立那个祷告的祭坛 成为我们的中心 那么日子久了 你就会见证到 我们的家庭必然会活在 上帝的恩典的约定里面 今天很多人 藏着这家庭给他们的一些伤害 与失望 结果呢 而离开上帝 刚才我说过 这个是很可悲的一件事 他们一直曾经在自己没有被爱 没有被重视 没有被理解的这种观念里面 甚至呢 彼此的责怪 原生家庭 其实你回去再阅读一下 圣经中的约瑟的故事 约瑟的经历 很清楚的就已经告诉了我们 我们担心太多 其实是多余的 虽然我们的原生家庭 给我们很大的影响 但是上帝可以借着我们 原生的家庭的影响 来塑造我们 你不要放弃 你要靠上帝给你的这个动力 去经营 去经历神的恩典多而又多 那么神的爱 就要围绕在这个家庭的当中 你就会看到神机会发生 在结束之前让我们一起 来看这处的经文 若可以的话 请你把它记下来 回去好好地想这段经文 给我们的启发 就是这里 人不看顾亲属 就是背了真道 比不信的人还不好 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 更是如此 圣经给我们的提醒 弟兄姐妹 越是蒙蒙的基督徒 必定是一个怎样 有亲情的人 不是冷情 不是吐 而且是什么 人情味的一个信仰 人家靠近你很喜欢靠近你 他必然会顾念他的家人 顾念他的亲属 帮助他们物质和心灵的需要 更是什么 记过他们的灵魂的得救 他们蒙恩的没有 他们得救的没有 今天无论你的家庭 信主了 成年已经信主也好 还是还没有信主也好 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新的一年 建立一个新的使命 对吗 新年新使命 新的意向 新的事项 希望我们都有这样的负担 把家庭化为基督化的家庭 我们绝对不要被环境 被彼此的言语 受伤害或者是就放弃 一定要建立基督化的家庭 圣灵 这是上帝给予我们的 有福召和使命来的 那么教会也会成长 家庭也会成长 愿上帝祝福你 每一个家庭 我们请同心来祷告 爱我们的贴富上帝 我们感谢诈明 感谢主你宝贵的话语来教导我们 虽然时间很有限 但是透过主你的灵 但愿今天早上你的话语来造就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 让我们在家庭的当中 彼此的理解 彼此的关怀 当中有问题的 主要让我们存着基督的爱 和饶恕的心 让我们彼此的接纳 彼此的讨论 来分解 把这个问题解开 让我们在家庭当中的关系 能够建立的更深更完美 使是基督化的家庭 能够设立这样一个祭坛 在每一个人身上 我们感谢咱们祷告 父耶稣基督 得胜的祈求 阿们 阿们 爸爸 祈求祢 祈求祢 每一个人学习多一点宽恕 愿愿为他们付出 好 现在请我们 嘉丽我们来唱回应师歌 《爱我们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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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家》 祈求祢 祈求祢 每个人珍惜 家居有甜蜜 每个人看书 家居有幸福 让爱一天赐助你家 让爱一天赐助我家 五分日夜 秋冬春香 全心去爱我的家 让爱一天赐助你家 让爱一天赐助我家 五分日夜 秋冬春香 全心去爱我的家 每个人爱他 家居有光彩 每个人哭出 家居不孤独 每个人珍惜 家居有甜蜜 每个人困住 家居有幸福 让爱一天赐助你家 让爱一天赐助我家 五分日夜 秋冬春香 全心去爱我的家 让爱一天赐助我家 让爱一天赐助我家 五分日夜 秋冬春香 全心去爱我的家 五分日夜 秋冬春香 全心去爱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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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谢谢 我也不愺来 芬坚儿 张婶 牌子 秦宁